教会要充满上帝的火 康熙,你的教会应当充满上帝的火 但我想到旧约第一栋建筑线上就是会幕的时候 当整个会幕设立,神的火降下来 在第一个县殿,扫罗门祷告完以后 圣经说火从天上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着殿 这也是我为这个星期二祷告的 当我们献上这个场地 当赵母师祷告 当你们一起祷告 神的火能够前所未有的降下 在五旬节,就是教会成立的第一天 圣灵降临如同大风吹过 而门徒说出方言,火降在每一个人的头上 所以在圣经当中,只要读到教会,你都会看见有上帝的火 当你读到神的百姓,你就读到神的火 我们在讲什么样的火呢? 我们在讲什么样的火呢? 首先,要有热情之火 火是很强劲,很激烈,能够燃烧我们的一切 热情跟火一样 热情代表强劲的感觉,很激烈的情绪 热情能够烧着我们的 火就是这种燃烧的热情 它有能量,它有动力,有这样的积极在里头 有人曾经这样说过 世上最大能的武器就是火热的心 我真的相信这是真的 一个火热的人胜过上百个人 只是感兴趣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烈火 代表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热情的上帝 跟旁边说,上帝正为你热情呢 耶稣自己说,我为你的电信力敲击如同火烧 耶稣对于教会是这样的热情 即使小时候十二岁而已 你在哪里找到耶稣啊? 他在神的殿中研读圣经啊 跟那些资深的领袖讨论属灵的事情 有一次哦,父母三天找不着他 以为基于耶稣逃家了 不,他留在神的家中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教会当中都是一些热情火热的人 所以这个星期这么多人来帮忙 过去几天好些人一直坐坐坐坐 坐到凌晨五点多耶 礼拜五的晚上,十点钟 我跟一个童工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问他,你现在要回家了吗? 他说,不不不,我到新达城去 你是要负责搬迁的人啊? 他说,没有牧师 可是我想去帮忙,这是神的家 I tell you this, what kind of stuff we have 这就是我们的童工 This is the type of members we have 这就是我们的会友 People that are passionate for the house of God 为神的家热情的人 要派手,我们大声派好不好 Come on, give the Lord a big hand Hallelujah Hallelujah